前总统蔡英文 我们知道其实你最近看到她的消息都哪里 脸书啊 几乎她会常常po文 一些猫猫狗狗的照片 她也很常po 但是你说她人亲自现身到现场 出席活动 其实真的很少 真的很少 最近的一次呢 应该就是从在昨天中秋节 她脸书po出来 她日前和高中市长陈其迈 一起搭船游览高雄港的照片了 而且呢这也不是昨天啊 这个他们推估日期 日子大概三个星期前左右吧 所以今天中时还有联合都报道了 肯定英系大猪猴 蔡麦同框游高雄 还有赖清德派系便当会 我们昨天有谈到嘛 才刚刚落幕 结果小英立刻晒出出勇照 贺秋节 那里面联合报也提到了 蔡英文同框陈其迈认证意味农 包括呢蔡英文穿的这一件 是属于英系专属的外套夹克 那又跟陈其迈高雄市长同框 那里面她特别提到了 陈其迈带她到高雄亚洲新湾区 搭文化游艇 欣赏海景风光 觉得心情很放松 紧接着陈其迈也有贴文 她除了提到蔡英文 系属高雄相当迷人的港湾的逐步转变之外 她也有提赖清德 不忘感谢赖清德总统支持高雄的发展 但是来看到这张合照 两个人在同一条船上 那说到了蔡英文 你会觉得很不容易 因为在赖清德当选之后的 第一次全代会地点还在北部 还在台北 蔡英文没去 她反而之后去了嘉义 结果我们看到在前不久 高雄也去了 所以这个一定有政治意涵啦 很有意思 什么意思 波基 呃这个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啦 就是跟赖清德说不好意思嘛 我的地盘啦 高雄嘉义嘛 你看那个便当会 刚好就是陈其迈跟翁张良代表英系嘛 现在英系的香火 因为大哥受挫了 现在藏在不知道躲在哪里 他不敢出来 那我相信以蔡英文来讲 那个时间点 大家来去对一下 好像跟郑文燦起诉的时间点差不多 哦 对耶 就他出来了 差不多差不多 那蔡英文可能就觉得至少人头已经出来了 放出来了 稍微这个一个大石头放下来 那我是觉得蔡英文这一次的这个照片 当然他也隔了 当然也有人讲嘛 他说八月底 那个时间点 那也就表示蔡英文 你看哦 一个行程 以前蔡英文去哪里 可能立刻就发哦 现在要 压这么久 考虑再三 他为什么压在中秋节这个时间点 大家还记得吗 柯建民去找蔡英文 回来立刻发照片 立刻写脸书 后来还要改 对 后来还要改文章 对 所以慢慢的 我觉得那个英系都有一种 弥漫的一种 叫做 不要轻举妄动 小心翼翼 somebody is watching you 因为不错哦 有人在看你 那 所以 当他愿意把这个照片分享出来 那表示 这个他觉得 我没有问题 一方面中秋节 中秋节象征是什么 团圆 我跟我的派系的 或说 其实我认为陈其迈他算是他的嫡系 而且是 已经在类似加成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跟他团圆 这个异象 是可以在中秋节分享 那又可以去宣传高雄的一些政策 什么游艇 可以在高雄坐船 很温馨 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意象 就是说一方面他帮自己的子弟兵的政见去背书 那二方面 其实你要看的是 那种氛围 笑 两个人都是笑脸 很开心 都是笑脸 对 而且气氛轻松 但是他不公开 就第一个 不公开 但是都很开心的感觉 也就是 心情上是比较轻松了 那 因为那个时间点 他们说三个礼拜前 刚好除了刚刚讲 郑文山起诉以后 还有一个就是 便当会是8月28号 三个礼拜前 刚好就是那个礼拜 所以有可能 那个时候应该已经知道 赖清德会找各派系去 而也藉由这样的一个互动 也许就确认一下说 到时候我们可以去跟他聊些什么 就是说他知道 现在赖清德可以跟各派系对话 所以那个本来一个彼此都很紧张 那时候其实各派系 确实是有一点担心 就是在郑文山之后 下一个是谁的那种氛围 可是在8月中旬以后 基本上大家比较不担心 因为都是柯文哲 那时候整片的柯文哲 那是包括现在柯文哲 压进去了 所以我只能说 现在这个氛围 第一个蔡英文 那个叫做非常谨慎 他最近的行事风格非常谨慎 那接下来观察的点就是 国庆日 国庆日蔡英文会不会去 目前就520之后 目前他避开所有跟赖清德 可能在一起的大部分的活动 那国庆日如果不去 是不是真的有 我认为他应该会去 我也觉得 如果再不去 那个太那个了 而且民进党里面很多人 现在很怀念蔡英文 那个上一次那个台风来的时候 哇说蔡英文没有教他怎么操控台风 结果最近几个台风没有来 他们说哎呀赖清德学会了 我是觉得这种迷信的话 这个大概跟上一段 那个讲说什么用点灯的方式 去祈求 找法师 对找法师找牧师 概念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氛围 对民进党来讲 相对来讲可能赖清德 比较愿意跟派系去分享他的 不是权利 分享他的想法 是愿意跟你沟通 但是基本上就是 全部的派系就是听我的 那个概念上 还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那只是说 现在感觉起来蔡英文 可能有一个 那个本来有个警报期 现在可能就停止 没有再继续叫了 觉得我现在是可以 比较高调的告诉大家 我去哪里了 我们可以继续观察 看他接下来 还会去哪些县市 比如说有些县市 会不会他特意就不去 或避开 但老实说 我觉得一个卸任的总统 接下来要观察 应该是他会不会出国 因为过去你要知道 像马英九 要出去访问什么 那个都是要 送总统府核准的 所以接下来 就是蔡英文 有没有比较更大的动作 或者是 比如说APEC 年底APEC 有没有可能是指派蔡英文 这都是一些可以观察的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膩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